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看怎麼合適 要不要比一下一下 應該是可以吧 應該只是我沒有找到好卡的地方 我卡一下那就可以 卡好 要卡一下就好 要卡一下就好 那一個不見的螺絲我們就不理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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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管他 我沒有在裡面 因為我是沒有看到 那就 不管了 那一個不見的螺絲 這個不能被螺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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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黏了 這個要黏了 我們就要夾子 要不要拿牆子要夾 這個其實 主要是掛這個點的時候 主要是放這個點的時候 主要是放這個點的時候 用手難放 如果用它靜電區 然後再放這個點 我們可以直接放這個點 然後再放那一個點 再放了 再放這個點 我們可以把它放上去 我們可以把它放進去 然後再放這個點 我們可以放進去 然後再放這個點 超過一條天端的電腦 兩邊的電腦 再次的電腦 再次按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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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從手機拆個螺絲管 我覺得不用從手機拆啦 但是如果有多的螺絲是可以的 我去那邊去拿一下 沒有 只有從手機可以拆 那多就算了 等一下要不要抖一抖看有沒有掉到裡面 不要啊 因為我這個沒有拆掉 而且 人掉哪裡 抖一抖 抖一抖之後掉十幾顆螺絲出來 好笑 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稍微靠下去 然後這樣稍微抖一下 稍微抖一下 上面要先靠好 然後一路一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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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還要鎖兩顆回去 那在鎖回去之前先開機吧 為什麼 因為這兩顆是物理的啊 這兩顆鎖回去跟電路沒有關係 所以先試試看 有可能是不用鎖回去啊 如果失敗就不用鎖回去 哈哈哈哈 我相信你 嗯 那你要不要先關機再鎖 比較安全 才不會出電 這兩顆跟主電路是分開的 我怕你觸電 觸電是不會啊 不會你關機也會壞掉 嗯 如果你擔心的話等一下可以關一下機 關機好了 關機好了 你嘛我 921 沒有那這樣 沒關係你之後再 把那個生意弄掉就可以了 看起來正常 只是它裡面只有49% 換9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 電池在哪裡看啊 然後我們看一下 電池在哪裡看啊 你怎樣 這樣跑不出來啊 整個一分鐘吧 如果一分鐘還沒跑出來之後再看 好啊 因為它可能新的電池在檢測 那因為這個升值怕 就 剛剛沒有看到 90 85 85 85不錯啊 你看一下 應該是碰起來的問題 85 那膨脹啊 電池沒有膨脹 是因為裡面空氣膨脹 對電池沒有膨脹 但這個殼變大 對呀 以前都是電池膨脹 都不是殼膨脹 所以這只是縮縮膜的問題而已 它的膜做不好 身體可能還做不錯 對 以後可以 那個 以後可以 那個 以後可以 挖個洞就好 讓空氣跑出來就好 可以再給它解開看看 這一個可以裝到我那一台上去試試看 對啊 下次可以先不用買 下次可以先 不用買 不用買 電池 出